哈囉,我是阿彬 那如果今天問我說 這輩子最棒的決定是什麼 我一定還是會說離職 然後去做打工度假 雖然我打工度假回來 他不會讓我什麼大富大貴 或者是變得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他一直給我一個很大的精神 就是勇氣跟追尋自己的目標 那很多人還沒出去之前 一定不會有卡在就是 工作怎麼找啦 住的地方怎麼找啦 錢要準備多少啦 還有英文問題怎麼辦 好,在還沒讓我這個好朋友分享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英文這件事 如果你決定要去打工度假的時候 你就是開始學英文 就是right now 你不要出去的時候才開始學 因為這樣就太慢了 那我今天特別請這個好朋友 因為他有澳洲跟加拿大打工度假相關經驗 我相信他的分享 一定會解開大家一些困惑 到底要先去澳洲還是加拿大呢 那是我的提示 如果有時間,兩個都去 好,我們來看一看 嘿,莉莉 嗨,大家好,我是莉莉 剛剛有沒有很中一根 嘿 對啊 嚇死我 不然就跟剛剛講的不一樣 哈哈哈 我們兩個回來之後啊 打工度假回來就是接案主 對 那你覺得打工度假 那對你就是之後回來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我覺得沒有影響 哈哈哈 可以回答這樣子嗎 可以啊 那為什麼 我其實覺得蠻沒有影響的耶 可是我覺得心態上面可能有一點差異 真的喔 對 就是現在比較有就是 面對挫折比較不會覺得怎麼樣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比較 變得比較不會care別人的眼光 我覺得這倒是耶 對 那我跟你講,陽光出來我調暗一點 哈哈哈 其實因為我去打工度假之後 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之後 然後我回來 欸,我沒有馬上回來 嗯 我那時候存了蠻多錢的 所以我就去了南美洲玩 對 然後我在南美洲玩了六個月吧 然後路上遇到很多人也是就是 邊玩邊工作這樣 他們都是地接案的 就大家講的Digital No Man 就是數位游牧 哦,數位游牧 我覺得很有相同的經驗 因為那時候在打工度假 跟那個歐洲打工換宿的時候 就是其實有遇到幾個朋友 嗯 室友 然後他們也是來自各國 然後有時候譬如說 如果沒有事情的話 他就打開電腦開始做他賺錢的工作 沒錯 然後如果沒有事了 他就合上電腦就開始旅行 在還沒出去之前 我就認識到他 然後才知道說他已經有去過澳洲 嗯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去加拿大 對 沒錯 那這兩個 你覺得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這樣講 可能會有一點直觀啦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加拿大打工度假 哦,為什麼 因為我在那邊有挑戰了我想要做的工作 然後因為我去澳洲打工度假 那時候是蠻年輕的時候 大概六七年前 所以我那時候只是想要逃離我現在這個狀況 然後去加拿大的文部假 我是有正確的就是 有設立一個目標 就是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就是要去學英文的啊 我就是不想跟台灣人在一起 我就是硬要跟外國人混在一起那種環境 然後最後我也如願就實現我的就是就是當初的目標這樣 我覺得他分享很好耶 你還記不記得就是 上次我請到Champion來 他也是有去過澳洲跟加拿大 我覺得都是一模一樣耶 嗯 他就是把澳洲當過就是打工跟賺錢還有是體驗 他也先去澳洲嗎 對,然後加拿大的話就是學英文跟認識當地的 對 對,然後我就覺得哇,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 那澳洲是做什麼工作 我在澳洲也做了不同的工作 一開始我們先找了中國餐廳工作 因為一開始覺得活不下去太貴了 然後結果後來就在我們的背包客棧認識了日本人 所以他們就介紹我們 那個老闆本來只有Hire日本人而已 就是一個德國老闆的那個 副盆梅農場 我在加拿大做了非常多工作 對,我先是剛剛講那個咖啡廳嘛 靜候城市 然後後來我就做了 欸,我後來在一間飯店裡面當Server 就是服務生這樣子 但我也要調酒 因為我們飯店沒有Bartender 然後也有去學廠打工 然後後來也有去 就是朋友有介紹我去另外一家 咖啡店裡面 也是當就是Barista這樣子 咖啡師 對 所以我在加拿大工作其實都是別人介紹我來的 其實是五個耶 對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最喜歡的就是飯店的那個工作 為什麼? 因為小費超多 你知道有一次 他可以跟客人互動啊 對,很開心 你知道有時候我看他分享啊 他就是那時候我們都在加拿大的時候 他就會常常想說今天客人又給他多少多少小費 不是 然後聊天什麼 我覺得還蠻棒的耶 對,我覺得那蠻有趣的 那你要不要簡單跟大家講一下說 面試的技巧 或者是說怎麼找到適合的工作 我覺得你要先就是判斷你自己的個人特質 比較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對,但是我覺得 加拿大如果要當服務生的話 CP值是最高的 服務生 對 就我剛剛講的前面那種咖啡店 那種連鎖咖啡店 其實拿不太到小費 對 因為他都是就是把錢 就是小費都放在一個桶子裡面嘛 然後 就是大家一起分這樣子 好,接下來問大家最最最最關心的事情 英文差怎麼辦? 英文差怎麼辦? 我覺得因為你有一年的時間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練習啊 你可以先去一些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咖啡廳 就是一開始那種咖啡廳 其實不太需要講話 只要基本的就好了 對,所以我覺得你先把就是 基本的能力墊起來對不對 能力膽量 對 跟一些就是怎麼去應對 進退應對的一些話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你在出發去台灣之前 你就可以先做一些準備啊 是不是 你不要 開場的時候有講 哈哈哈哈 是喔 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聽到是不是 發出發出發出 我覺得你可以先準備啊 像我去加拿大之前 我就想說我先把我的工作辭掉了 我把我的鎮子辭掉了 然後我就去找了一間 台灣的背包客棧 我就問老闆說 欸我現在有半年的時間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當櫃台 這樣子 因為你就這樣子去練習的英文 不是很好嗎 這樣子比較起來啊 賺錢那邊賺的比較多 我就說我在加拿大賺的比較多 對 因為我覺得 澳洲算是勞力比較為主的工作啦 對 哇我大吃一驚耶 因為 我問過這麼多人啊 大家都會覺得說 澳洲賺的比較多耶 對 結果沒想到你是第一個耶 對 我在加拿大賺的比較多 你開啟的就是想去加拿大倒公度假的一扇窗耶 我覺得我是幸運啦 因為我覺得你去問服務生工作的時候 你要跟老闆先聊天 然後你要先談清楚 你的deal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一家飯店剛好是 就是你全部的小費都是給服務生的 就你負責哪一個table 那個table的小費都是你的 那在澳洲或加拿大怎麼去認識當地朋友 好首先我覺得就是 說真的我在澳洲其實沒有認識太多當地人 幾乎是沒有 我們只有搭便車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澳洲人 你是在搭便車 對我在加拿大跟澳洲都搭過一些便車 說真的 你可不可以交一個比較正常的認識別人 搭便車大家應該會不敢 好啦好啦 對不起 那澳洲我沒有 除了搭便車以外 我沒有認識當地人 然後加拿大我認識人的方法呢 是因為加拿大他們蠻妙的 他們每一個小鎮 都有那個小鎮的facebook group 喔真的 對 所以我都去搜尋 對 然後我就認識了 就用這個方法認識當地人 他們都會有一個什麼community之類的 你就只要搜尋前面就好了 我就打Jasper 然後他就會有很多什麼Jasper community之類的 對 那我知道就是 你知道嗎 每個人啊 那個劉華凡事 是要入鏡事實 當然還有很多app可以用啊 就什麼me.dup之類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可以在上面 對 這個我有教 請看上面的那個名片 對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錯 對 那澳洲跟加拿大 你覺得景點啊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讓你印象深刻 我先說澳洲好了 好 對 其實澳洲我沒有帶很多地方 因為我只去了7個月嘛 嗯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新型小島 對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個農場賺了一些錢之後 我們就去那邊玩了兩個禮拜 嗯 我覺得那個小島超棒的 因為它有高山 然後又有海邊 又有沙灘 又有沙丘 反正它任何一種就是地形都有 對 上面什麼都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那個小島超夢幻的超棒 然後加拿大的話 我覺得加拿大都很漂亮耶 怎麼辦 加拿大喔 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爬山的人 我待的那個小鎮叫做Jasper Jasper也是一個什麼都有 就是有冰原啊 有瀑布啊 有山什麼 然後又有野生動物 然後我覺得那邊超棒 就是超多條步道 就你怎麼爬都爬不完 重點是然後Jasper看得到極光 哦 對 所以我們9月的時候就是還蠻常就是 會下載那個極光的那個app 然後只要一有警報 馬上 馬上開車 就去找這樣子 就趕快跟有車的人一起去這樣子 好 好那今天啊真是分享的超多了 都不知道怎麼剪怎麼辦 哈哈 我的問題嗎 可是平常心裡講 我覺得 莉莉今天分享的那個資訊啊 我聽完之後我想再去一次耶 真的我不誇張耶 再去一次啊 再去一次 反正你現在不是可以嗎 哈哈 好啦我跟你講就是 莉莉啊 我很欣賞他 因為就是他除了就是工作之外 他也很喜歡旅行 而且他自己有一個就是 跟著莉莉闖天下的一個網站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逛逛 還有粉絲團 對還有粉絲團 我把連結都放在下面 嗯 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因為他裡面的內容非常豐富 而且最近不是才有分享去印度的事情 對對對 超棒 嗯 所以其實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除了關注這個頻道 還要多多去支持莉莉 然後給她一些鼓勵啊 長成 因為其實我們是這種分享者 就是單純想分享 對 如果你們給我們一些回饋跟留言 我們都願意去給你們回覆 讓我們更有動力 對對對 那我們下次就是 再來錄一錄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啊 譬如說我想到一個就是可能就是 遇到很爛的僱主怎麼辦啊 對 這個我相信你應該很多故事嘛 對不對 我們下次再來分享 就是我講那個加拿大人的黑暗面 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好好 OK拜拜